最後做一個結論 其實安吉尼亞球尼的故事告訴我們說 其實癌症的預防 還是有一個方向可循 如果有遺傳性基因的突變的病人 其實你可以考慮的先做檢測 然後再適度的去評估風險 看看要不要再做進一步的 篩檢強度的增加 還是說進一步的 預防性的器官的切除 這些都可以考慮 其實目前認為說 即便是自己沒有乳癌 可是你的家族史裡面有乳癌 或者是卵巢癌的話 還是可以考慮像安吉尼亞主流率一樣 接受那樣的基因檢測 目前有許多的癌疾病 還是會有所謂的遺傳的風險 比如說胃癌、甲狀腺癌、大腸脂肠癌等等 這些都有遺傳性 甚至你的子宮內膜癌 都有可能有遺傳性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你有罹患這些相關的癌症 或許遺傳諮詢也要做一些考慮 遺傳諮詢考慮 做完評估以後 它會可以跟你考慮說 要不要做所謂的相關的基因檢測 這些基因檢測通常是抽血 口腔黏膜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的檢測 大概經過一個完整的一個平台 比較嚴謹的平台 就可以告訴你一些訊息 這樣的訊息告訴你就是說 你到底是屬於一般的族群 還是高風險族群 一般族群的預防方式 跟高風險族群的預防方式 是顯然不同 高風險族群的預防方式 會相當的嚴謹 而且有一套的方法 好 那這部分就講到這個地方 以後 三個月 對方形容 也有在一起